接下来火线话题我们就来看看 很多人说昨天在这个 他们党内初选的发表会 这个证件发表会当中呢 看起来韩国瑜的表现也不怎么样 而且有些人都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啊 为什么他会用浴缸 水跟塞子来比喻 这个美国 还有中国跟台湾的关系呢 我们先来听听看 旗子还是塞子 塞子必须有水要泡澡 必须要有浴缸 水很重要量大 浴缸要很大 没有这个小塞子 你今天晚上就没有办法泡澡 明明题目是问 怎么保卫中华民国的安全 韩国瑜回答 把台湾变成了棋子 塞子真的让大家傻傻分不清楚 塞子跟洗泡澡这件事情很难理解 不过我们这个高雄市 市政总是要把拴着拴紧一点 平常也是很幽默的人 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是有时候太天怕 把台湾比成塞子 这比喻可让不少人听了 有沙沙 脑袋还真的被他给塞住 他的台湾旗子说 也被不少人炮轰 如果台湾只是当一个 鞠马炮兵族 时间一到 架子没有就丢掉 韩国瑜惯用手法 就是讲简单好记的名词 不过具体做法 却总是说不清 讲不明 这一次想要顾忌重施 又端出了旗子 塞子说 只是讲得太模糊 没有引起共鸣反倒拿到不少批评 3日新闻中华报道 好我们就为了韩市长讲得太模糊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就特地把洗衣机 把浴缸 把塞子通通都搬过来了 千平昨天我们的政治记者们 新闻台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 因为他们国民导终于有国政的发表会 对 坦白讲 一般人通通都转台了 结果我们要努力地把它给听完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细业 很辛苦的 但是听的过程中 你会听到的时候 前面的周锡伟 大家就傻眼了 什么叫做说 我们要去买他们的歼20 然后那个架子我们要买 干脆就解散我们的国防部就算了 对 所以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满头问号了 满头问号了 没有叫韩国瑜上来的时候 又傻眼了 一开始大家以为 又喊什么口号 没有前面的三分十秒 一百九十秒 一直在讲 谢谢高雄 谢谢高雄 谢了二十三次 所以一百九十秒 中之内讲了二十三次的高雄 所以讲了高雄 大家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好像说你最近 因为事情太多了 没有他过去的那样的激昂 那样的口才 可是突然之间 大家眼睛都亮了 因为他讲到了美中台关系 这是最重要关键 总统一家处理的 说浴缸要大大的 水要满满的 比喻我们的美中关系 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台湾了 对不对 我们台湾到底是怎么样 那在浴缸大大 水满满的 温水很舒服 我们就应该泡下去 好好的洗一洗 是啊是啊 放轻松一下 就不是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台湾是这一个 小小的塞子 这么小的塞子 我们台湾就是 他眼都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没有塞子啦 如果没有塞子的话 那根本 没有塞子没办法洗澡啊 可是台湾 最重要关键是塞子的 你没离遇啊 这是新的 旧的 我们在家里用几次换 塞子都会发霉的 我们台湾怎么说 变得这么没有价值呢 而且你去看 我们到任何的五金行去买 塞子有很多的 可是就没有一个 长得像台湾 而且台湾的价值 台湾在世界上 也是前20名以内的经济体 有时候到14名 怎么会这些塞子 我们去五金行买 5块到100块之内 从来买得到 台湾怎么说 变得这么没有价值 而且塞子有很多种啊 你不一样的 还没有办法塞满啊 对 一定要塞的 所以台湾变成塞子 我们昨天就听了说 韩国瑜 你怎么把我们台湾 看成这样子 没想到呢 他又想到了宪政改革 行政院长 我说行政院长之后呢 我相信书身上 你搞不懂说 他怎么说变成洗衣机啊 我跟这个样子 长得有像吗 他说 他说 洗衣机是行政院长 他就说 是想参议院总统 三年就换了 三个行政院长 一般人买电视机 还有洗衣机 都用了一二十年 所以你怎么可以 这样一年换一个呢 所以行政院长 就是洗衣机 就是电视机 可是喔 他不是说 他最尊敬的就是 孙韵权先生嘛 蒋经国先生嘛 原来韩国瑜是说 孙韵权你也被亏待了 因为孙韵权 也没做到二十年 所以他也是洗衣机 他也是洗衣机 他只做了六年而已 蒋经国也只做了六年 也 蒋介石也亏待他儿子 没有让他做一二十年 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他这样一些 奇怪的说法呢 林卓水终于又冻美条啊 在他脸书上就讲了 他还有韩国瑜就讲说 宣布当选总统之后 三天内在高雄上班 真是天才 为什么要在高雄 那这样子还要处理高雄事务 那高雄市长就不 就变成了 总统在高雄秘书长嘛 然后要取消高雄地方自治嘛 然后一个星期三天在高雄办公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跟他现在一样 再早两天 周休二日的时候 处理台湾的 两岸国防外交其他事务 总统兼高雄市长 对啊 这不是当太 然后更奇怪的是 一大批的中央人 就跟着你跑来跑去嘛 他只能说 这种超超 潜伏太空级的超级天才 白痴才想得出来 而韩粉呢 东东拍手叫好 他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跟着天才 就变成白痴或怎么样了 可是虽然大家都觉得说 很奇怪 可是我们的小孩子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好 创夏哥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他比喻美中台三边关系 是用浴缸啦 水跟塞子来比喻 他说我们台湾是塞子嘛 那浴缸跟水呢 那浴缸是水 他也没讲哪个是美国 哪个是中国 就是浴缸和水 浴缸要大大 等一下我来讲好了 水要满满的 然后我们就是塞子 那就很奇怪了 可是加着这么多奇怪的想法 当然有很多的人 对不对 国民党里面很多人在支持他的 可是呢 我们年轻人呢 就很清楚 现在年轻人 高雄的年轻人 本来很焦虑的 为什么焦虑呢 因为焦虑的是说 现在如果 我不好好努力 我来不及 在毕业年龄上面 去表演一下 对不对 大家想到什么创意啦 对啊 或者是说 我今天要上学领奖了 我想不出新的梗了 完蛋了 完蛋了 所以有些高中生想说 我成绩不好 但他就做了歌 来嘲笑韩国瑜 说你发大财呢 就好像放一种空气一样 可是韩国瑜 昨天在讲的事情之后 没想到有一个人呢 也动没条啊 像像 那个人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也跳出来讲 柯文哲也跳出来讲 因为韩国瑜想说 真的是很辛苦啊 我很多局处长很累啊 他们个个都干硬化了 然后柯文哲就说 干硬化跟辛苦没有关系 干硬化跟喝酒 喝酒喝太多了 所以是不是举助长 喝酒都太多了 又抽到了 所以韩国瑜昨天的一个辩论 只会还有加上 国民党其他人 让我们只有一个感觉 原来国民党 离我们的一般老百姓 正常的脑袋 是距离非常非常的有远 好 国民党的 跟我们一般人的脑袋 是不是距离很远啊 來 小萍 你帮我们讲一下 这到底浴缸跟水 他是用心良苦 你们看这个图 他希望美中台三角关系 是个等腰三角形 正三角形 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对 这个中国大陆就是浴缸 然后美国就是热水 我们就是塞子 为什么我们是塞子 塞子很小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 比台湾大很多 对不对 塞子有关键的地位 因为塞子拿掉 大家都别洗澡了 所以美中台也不会安你 所以就是非常的关键 虽然很小 但是非常的关键 又比喻就像红酒 那个酒瓶子是中国大陆 那个酒 就跟热水一样 就是美国 那我们就是那个软木塞 所以当这个 美中台三角的关系 历久弥新 而且感觉上 软木塞感觉上 比这个塞子好一点 价格也比较高 我把他想出来 想出来不容易演了 我来看 所以他刚刚没有 告诉你自己讲的 还言之有理 然后柯文哲也是个小贱货 柯文哲已经把韩国瑜 你当对手了 他为什么说 其实是从黄光琴 的画这个路数来的 画数来就是说 你爱喝酒 因为韩国瑜很会喝酒 所以他就笑他爱喝酒 故意弄他 不是超时工作 不是超时工作 所以今天他也用 比较哭手辉鞋的 也没有伤太多 可是好玩 然后他讲这个话 我說柯啊 讲这种高级笑话 也得到他年轻人的 去巩固他的支持 所以大家都要各取所需 用比喻很生活化 这是韩国瑜深入 潜出的道理 美中台三方关系 是水浴缸塞子 台湾要当棋子 还是浴缸的塞子呢 柯文哲就说 我平常也是很幽默 但是这到底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太天马行空 就想象力要很好 然后蔡总统就说 塞子跟泡澡的说法 很难理解 但高中市府的栓子 是不是要栓紧一点 另外还有讲到洗衣机 说家里面买一台洗衣机 电视机怎么样 也要用个一二十年 行政院长平均的寿命 只有一年 她就在讽刺蔡英文 好 再来她也说 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 然后蔡总统就说 请她先确定 中华民国台湾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还有呢 民进党是以恨为出发点 以恐惧让台湾人 像历朝历代的女人裹小脚 把台湾人的脑袋裹起来 这也是有点不沙沙 另外她说没有台湾独立 独立就是战争 好 大家也很听不懂的 包括了刚刚讲到这个什么 把台湾人脑袋裹起来 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是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的 这些大家还是听不懂 你要帮她阐述一下吗 我帮她阐述了 就是 韩国引论 每年花在送你 这个招待客人的这些公关费用 内部统计大概一年超过2000万 我一定真的一年 这些的 包不到500万去我们公司 那用现在的翁振熙 今天这些比较不軟 这个比较大胶 这些比较好多 太可惜了 她讲的这个洗衣机 因为洗衣机 就是勤俭建国 就是洗衣机就是洗衣机 尽量能多用 我也必能用一两个 一二十年 可是尽量多用 可是也不要一年 一两年换一个像走马灯那样 她是比喻内阁 总统制或半总统制 或双授长的现在的宪法 是一个似不相的宪法 那变成总统有权无责 院长有责无权 我相信他当总统的话 他可能会朝修宪这个路来走 我认为那这个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还握哪一条 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 这也很怪吧 所以蔡总统就说 让他先确定一下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蔡英文我建议韩国瑜 在反送中事件之后 蔡英文既然 因为总统讲话还是大 他有话语权 他就立刻阐述 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接下来他比较好选 其实也做求给他 他就负责马英九 当前马英九变成马区长 是 就他 他这个时候一定要彰显 中华民国的 这个中华民国主体性 你才可能继续能够选下去 你蔡英文讲你的台湾主体性 我讲我中华民国主体性 才能够抗衡 不是赢 你有一天见 我有屠龙刀 大家来本土画 来深画 对 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 这些话当然有些人觉得说 感觉上好像神来一饼 可是有人觉得说 有点不伦不类 好 玉惠你怎么看呢 玉惠姐 其实我刚刚蛮佩服小平议员的 因为这些 他还能够把 主角讲是硬拗吗 很机智 对 还有创意的帮他议员了一下 我想韩国瑜需要 征服宇宙的时候 一定要派小平当先锋特工队 所以 五个声明应该我来写 对 你还要再帮他写 你还要再帮他写 不写了 因为他讲说台湾是塞子 我想很多女孩子 大家都很喜欢泡澡 再怎么样 我们也不会想到 在泡澡的时候 会想到一个塞子 有美好的浴缸 有这非常棒的水 你好歹说个泡泡浴 或者是好歹说个香香的浴言 怎么会想来想去 想到的是塞子呢 所以我真的是不理解 他的这个世界 跟我们的世界真的不一样 他的小宇宙 跟我们的小宇宙不一样 还有呢 他讲到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我当场就想到了说 在YouTuber里面 有一组非常红的人 叫眼球中央电视台 那眼球中央电视台 他们每一次就讲说 他们是正统的中华民国 然后中华民国呢 总共有两区 一区是大陆沦陷灾区 一区呢 是自由中国 就是台湾区 所以我在想 这个韩国瑜以后建议呢 他下一次在找网红的时候 可以去找眼球中央电视台 那一起就这两个地区 来更加的这个阐述 那我就不太懂 他后面 接下来讲到有关于 学历啦 恨啦 这些出发点 当然我觉得这有些事 涉及到人身攻击 我们就不讲了 讲到爆肝这回事 当然柯文哲是从 他是医生的这个角度 去谈到说这个肝硬化 是怎么样 是因为酒喝多了 这个跟太累没有关系 可是我就想到 大家还记得 昨天早上突然间 高雄市的这个 观光局长潘恒旭 突然间就搞了一个 小三通的这个剪彩 哎呀 我在想 因为韩市长在晚上的 这个证件发表 国政院警的时候就提到 说他的这个局处啊 都非常的认真啊 呕心气息啊 所以你觉得他是在讲 干回事吗 对 他是在力挺他 那在力挺他 在白天的时候 太阳一早醒来 然后所以就 大白天做了一个白日梦 去做了这个小三通 温州跟齐金啊 敏邦啊 真的是敏邦啊 所以就做了一个白日梦 所以这应该是很累才对 那总 不过总的讲起来 韩国瑜昨天的 这整场 我想听得懂人应该不太多 所以今天 在网络上面啊 全部都画上了这个黑人问号 那后来我想了 听得懂的 其实也有一群人啦 那群人大概就是 就是他的这个韩粉 还是觉得他讲得好棒哦 对他的支持度好高哦 我想这个就接下来看 下两场的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证件发表 要如何继续了 好 当然 你要选总统的话 你的外交政策啊 两岸的部分啊 大家都在听你的论述嘛 但是大家就觉得说 实在是听不懂啊 大家有一个本事是什么呢 就还很会转移焦点 对不对 其实我先补一下 是有一个政务官 在去年选取的时候 帮了他很多忙 对 然后在辩论跟起脉辩论的时候 也帮了他很多忙 最后他私下跟我们讲一句话 这个人哦 没有意愿 也没有能力 学习任何比较复杂的东西 简单就好了啦 不要太难啦 对啊 所以他要简单一点 可是这种简单一点 他还是要上国政辩论团嘛 所以他不是讲说 他找了三十个隐形的顾问吗 是 那隐形顾问呢 结果 昨天就看他那表演 他就觉得三十个可能没用 可是呢 也许他们就要打预防针了 所以他们昨天在辩论之前 上午呢 他的办公室呢 副主任就出来说 又有贼了 好可恶了 假扮的那个黄文财 我们都知道是他的亲信嘛 然后寄了一个email给他 然后说 美英姐他是副主任吧 邱美英 说老板刚刚联系我 帮忙我看看 国政院警会的讲稿 麻烦把材料 发我一份谢谢 然后他就马上通知了主任 他就写的是黄文财 对不对 给了胡美英 然后就给他们主任邱宝源 然后呢 材料打印一下 材料打印 然后就说你看 有人这么可恶 在这个 吴国瑜还没讲话之前 就要偷他的讲稿 就要去破他的梗 所以这个人不是真正的黄文财 对不对 因为胡美英觉得怪怪的 他就先跟对方讲说 收到请宝哥发给你 然后去查证一下 因为是黄文财 人家就叫他财哥 那财哥什么时候会叫人家一个 叫美英姐呢 就觉得怪怪的 可是呢 他就讲说 所以警察也去查 你看只有贼来偷了 可是我们看的时候 这个贼呢 也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在高雄嘛 高雄是我们台湾最在地的地方嘛 可是他用的语言呢 很怪 第一个美英姐 当时就够怪了 对不对 第二个 怨警的怨 我们在台湾打印 我们不是写这个怨吧 不是这个怨嘛 愿意的怨 愿意的怨吧 然后最切特别的是 我们台湾一定讲资料 材料是哪边用词 中国 还是说要打错字 材料打错字好吧 对不对 然后给我一份 发我一份 发我一份 这也是大陆的用词 传给我一份 寄给我一份 寄给我一份 然后再资料列印 对资料列印 不太会写什么材料打印 打印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奇怪 这一根材料打印 所以这个难道是 中国大陆想偷他的东西吗 所以想看看说 你会不会讲了一个 over my day body 所以呢 先检查一下是哪 先查一下 要检查一下吗 所以就觉得说 他是不是就在转移焦点 那为什么会转移焦点 因为韩英国瑜 现在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说 他常常会自爆一些料 像昨天那个也是自爆的 而这自爆过程中 都是在转移焦点 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开始 他的自爆功能 对 自爆功能 但是爆料 不是他自己爆炸 对 那自爆就是说 你看他真正的垮料是什么 就是黄洁嘛 那个白眼对不对 那就是一直跳针跳针 发大财发大财 然后到十天之后 整个民调呢 开始快速的下跌 快速下跌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他就自爆了 漫威来找我 还自己拿一个漫画 对耶 那个漫威超人 对不对 还把这个浪 结果呢 就自爆一下 就大家就讨论漫威了 他的那个发大财发大财 总机呢 就好像会弄过去了 然后再过来就 5月22号黄荒奇开始讲了 你上酒廊 你的手都放在哪里 你跟着 有没有跟着小姐出去 钱都付清了没有呢 这个风又起来 屋子家又加料 这个时候啊 韩国瑜呢 突然之间抓到了贼 对 而且那是贼是在 1月2月的时候抓到的 说他闯进我的市长办公室 我怀疑我被监控了 可是人家发现说 你从来就没进那个市长办公室啊 人家只是进去偷一点 拿一点那个纪念品啊 结果他就要自爆 就转移就是有人要监控我 所以二度自爆 二度自爆 第三次自爆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浴缸的塞子 浴缸的这个 然后他就自爆了 说有两个人啊 冒充我的亲信 要窃取我的讲稿 所以我们大家也觉得 蛮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稿子 感觉也是很简单 没什么内容的话 那谁要偷 而且就是讲的就是 你看昨天 其实我说真的偷了 那个人大概也很痛苦 因为他干脆就拿一张 A4的空白纸就好了 因为你看看 昨天韩国瑜所讲的话里面 真的那一张A4纸 都没办法放出他 好 都没有办法放出他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每次危机发生的时候 韩国瑜就启动他的自爆模式 一度 二度跟三度 因为昨天呢 有这个幽灵的小三通事件 还有他讲这个浴缸塞子 都觉得不讨好 马上就来个自爆 好 我们也来听听 他到底如何回应 这个所谓讲稿被偷事件 这次治安 现在已经跟电信警察保安 那警察同仁已经来 为我们来做笔录了 那这个事情是知识体大 怎么可以切入 我们办公室人员的 这个email上的 这是很可怕的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一大早 我们市长办公室 就直接跟警察报案 现在已经正在做笔录 我们希望警察 电信警察 能够查一个水落石出 现在韩国瑜面临了 很多的内忧外患 还有一些大失分的状况 因为今天有周刊继续的爆料 说他在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有滥发奖金的情况 好 今天呢 在现场 我们委员也特别带了 更多的资料告诉我们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特别的奖金 绩效 奖金 什么有的 没有的 你口口的奖金一大堆 所以你现在手上的资料 他手边 他时长就是 每一年的奖金的名目都不一样 什么突然又来的是三节奖金 然后特别奖金 绩效奖金 然后花的标准也都不一 都随他个人的好顾 所以你的重点是 他的标准不同 对不对 如果说大家都很努力 都是都有好处也好 以前张荣彦在 他们在当 张清泉他们在当 这个北农的董总的时候 花奖金还是 大概都是平均分配 因为你平常你的工作 你的薪水就差 提据就蛮大的 北农员工有六百多个 他领的奖金你看 来 这个 大概编的那特别奖金 在那几年度 103年500多万 五百六十七万 大概都这个数字 但是你看他一个人 一节人 五十四万来五十八万 最后一年要走了 能捞就捞 怎么会一个人 一个人 拿这么多 九十二万 这么豪啊 太后康了吧 自己领 自己领九十二万啊 雨露均沾听起来很好 但是你拿最多 五一宁有领吗 五一宁没有啦 这些特别奖金到五一宁的时候 就有点停下来了 然后再来一个 我们整理一下他北农这几年的一些 韩国尹论 每年花在送礼 这个招待客人的这些公关费用 等等 用这些所谓的业务推广会 八大部门都要上交给他 或是他拿花票就是直接去请款 内部统计大概一年超过两千万 一年超过两千万 那你看看吴英明花多少钱 五百万 五百万 一年两千万 去买残菜 对啊 吴英明真的一年 这些的 花不到五百万 去用工到没有一堆 对对对 然后现在的翁正希 这个更缺 这个花到现在可能花不到三二十万 那你看看啊 同样当北农总经理 对于公司的这些的 这些的公堂 在使用的时候 韩国尹出手扩挫 什么看起来就加开 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庶民 去到日本十元岛 交代这档农事 让他们吃吃喝那也就算了 你晓得他们吃一克的十元柳多少钱吗 多少钱 六千块 六千块哦 不是日币哦 一个人一克剩六千 台币不是日币六千 六千块 那些 那些当时有的这些 那些也算好的 那些也算好的 他们说我们就吃不去 韩总去 不要紧 这些公司交代大家尽量吃 庶民卖菜狼可以吃一克六千块 一克六千块啊 十元柳啊 吃到里面我们吃到会拍摄 你怎么吃到那么好 那六千块一票来吃 我们就已经吃得很好 十六千块台票 差不多两万块一票 一克 一克 你如果说这些钱是你韩国瑜 你自己输人来看 你自己输下去 他就是能撈就撈 能混就混 上班时间喝酒打麻将 不要你钱的时候 有任何瓶目我就拿 对于今天周刊上面的报导 说韩国瑜他滥发奖金这个事情 他到底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看 有这些北农权力最高单位 就是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决算都审查完毕 再来就是董事会 北农是一个民营占大多数 百分之五十五的公司 那现在再去查 我正在身为高雄市市长 参与国民党的总统大选 去查过去这些 其实最简单 就是股东大会都通过 董事会也通过 所有的支出 一切都是合法 这是在查有什么意思呢 台湾的民主政治 再说一遍不要这样子 好 余慧姐你怎么看 因为韩国瑜他说一切合法 但刚刚呢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送过董事会 甚至股东大会 都没有 好 来 余慧姐 现在他要选的是总统 对他来讲 那是个未来事 但是呢 北农这段是他的过去事 他如果过去 他当任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都有这么多 所谓滴滴答答的事情 他如果都不讲清楚 而且也搞不清楚的话 那他今天面对北柬的调查 或者是面对外界的质疑 不是一句话推说 哎呀 这个是台湾的民主 民主怎么可以这样 不是这个样子